又癢又尷尬 都是牛皮鱔爺的 問問大家 灰甲 香港腳 牛皮鱔 哪一樣是不會傳染的呢 沒錯 答案就是牛皮鱔 香港人說牛皮鱔這個名字 本身是有問題的 因為鱔這個字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名字 因為鱔這個字 正確的解釋是一些真菌的感染 給人的感覺是銀舌病 的確看起來好像生鱔 牛皮鱔這個名字 令人人鼻鼻鼻 患者不單要感受生理上的癢養 分分鐘還要忍受大家的異樣目光 看起來是生鱔 但它本身是一個免疫系統的病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傳染病 所以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應該叫它銀舌病 應該叫它名為牛皮鱔 皮科專科醫生就指出 部分病人因為患處外眼 皮鱔脫出來 往往就令它們尷尬和以憂慮 其實用類固醇藥膏 口服藥物 或者注射生物製劑 都可以做 最重要不是毀疾技術 那麼毀疾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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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毀疾技術